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中真的有人被吓死的案例 这个轿车刺激的死亡 就是当看到他撞了摩托车手之后 看到了摩托车手这个满头是血 而自己把自己吓死 人为什么会被持续的恐怖刺激而导致死亡呢 突发的意外惊吓是对人的精神的一种强烈的词 人们如何避免恐怖的情绪呢 我用《华帝内经》所说的话叫私生苦 就是通过自己的思考来战胜盲目的恐惧 北京中央大学教授郝万山 从中央文化的角度为我们说健康 敬请关注第二部第五集 人会被吓死吗 人们常说真是吓死人了 人到底能不能被吓死 有人可能说这个问题有点滑稽 其实这是关乎到人的生死的严肃的问题 人被活活吓死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突然的不能承受的意外惊吓 导致人的即刻死亡 另外一种情况是持续的恐怖情绪刺激 导致人的精神崩溃 人体的自我调节机能瘫痪 最后多脏气的功能衰竭而死 我们先说说突然受到的不能承受的惊吓 而导致即刻死亡的例子 美国的生物心理学这个杂志 曾经发表过心理学家克拉特的一个心理试验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其中涉及到一个 关于法律的诉讼的案件 这个案件的始末是这样的 有一个大学的几个大学生 有一天深夜搞了一个恶作剧 在他们的朋友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突然把他装入布袋 几个人抬着这个布袋就向野外走 几个人谁都没有说话 一直把这个布袋放到了 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铁柜上 这几个人就蹲在旁边看热闹 不久 火车站传出了火车出站的气笛声 最后就出现了机车的笼笼声 他们感到了大地在微微的颤动 那么装在布袋里的他们的朋友 根本就不知道他所躺的铁柜 是一个废旧的铁柜 火车将要从他的身边经过 所以他感到了大地的震动 听到了火车的笼笼声 就开始拼命地挣扎 火车逐渐逐渐逼近 火车的机车的笼笼声和大地的震动 越来越强烈 当火车离他还有将近一百米左右的时候 这几个恶作剧的大学生突然看到这个布袋不动了 火车伴随着钢铁的创击声和呼啸声 迅速地驶过开向远方 这几个大学生走到布袋跟前 当他们解开布袋的时候 他们发现他们闯下了大祸 他们的朋友已经死亡 那么这就是突然的不能沉入的惊吓 导致到人饥渴死亡的例子 有很多心理专家认为 那些从高楼下跳下来自杀的人 或者由于意外事故有高楼坠落的人 他们还没有落到地上 实际上他们就已经被自己吓死了 2013年的7月 某个地方报纸 报道了他们市的一件交通事故 一个轿车刺机撞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 当轿车刺机走出车外 看到了摩托车的骑手倒在地上 满脸嗜血的时候 他自己突然就昏厥过去了 交通警察打了一辆出租车 把这位轿车刺机送到了某一个医院 医院就一直在抢救 一个小时之后宣布抢救无效 轿车刺机死亡 死因原因不明 那么据轿车刺机的妻子说 他平时有的时候有心情就不舒服 其实这个轿车刺机的死亡 就是当看到他撞了摩托车手之后 看到了摩托车手满头是血 而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这个摩托车手呢 被送到了另外一个医院 经过抢救之后到中午时分也死了 这两个司机先后相继死亡 可见当场被吓死的并不少见 我们再来看看 在持续的恐怖焦虑情绪的刺激下 最终导致精神崩溃 人的自调机能完全瘫痪 多葬起功能衰竭而死亡的例子 那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有一个农村青年姓韩 我在这里就把他叫做小韩 当年二十六岁 在村民的推荐下 又在县里的选拔下 把他送到省城的医学院 学习了一年 然后回到村里 被乡亲们治病 内科 妇科 儿科 五官科 刚长科 至连妇科的接生 他都进行 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全科医生 小韩对乡亲们治病 不分白天黑夜 不分刮风下雨 随叫随到早出晚归 所以乡亲们特别喜欢他 深受乡亲们的拥戴 也许是小韩长期的劳累 也许是小韩长期和各种病人接触 干扰了某些治病的微生物 小韩开始发烧 开始咳嗽 时不时的谈中还有血丝 这一天 在他出诊回来的路上 突然晕倒了 乡亲们用马车 把他送到县医院 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了县医院的病房 小韩睁开了眼 看到挂在旁边输液架上的输液器里的液体 正在慢慢地滴入他的体内 妻子坐在他的旁边满脸愁容 他的妻子看见他醒了 高兴地说 你醒了 你知道吗 你一直睡到大半天呢 他的妻子土生土长 从小学到初中就没有离开过他们村子 最远就是到县城赶过庙会 所以他不知道小孩是在昏迷之中 他以为小孩一直在睡觉 不多长时间 病房门开了 他们村里的村长 进来看到小孩醒了 小孩 你为乡亲们看病 把自己累垮了 你好好休息 然后对小孩的妻子说 你出来一趟 医生找我们 他出去了 不多久 就听见外面的对话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 医生 这是自己妻子的声音 听得很清楚 我们先用抗炎疗法 我们观察观察再看看 晚期肺癌不能除外 声音非常低 但是晚期肺癌这四个字 小孩听清楚了 这显然是医生的声音 后面的话他没有听清 这四个字声音虽然非常低 但在小孩听来 这就像青天霹雳一样 把他震惊了 他想起来 他在医学院学习 最后实习的时候 在医院里看到了 一个一个晚期肿瘤的病人 痛苦地走向了死亡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自己 煞时间 他恐惧 他焦虑 出了一身汗 趁一斗湿透了 他接着听 哎呀 他可是个好人 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 他有我们乡亲们看病 操劳不少心 这是村长的声音 又听一个人说 千万别告诉他 这个小孩是一个心里 很寸弱的人 声音虽然很低 但是他也听得很清楚 这是另外一个村民 从此以后 小孩极度焦虑紧张 终日茶饭不思 彻夜难眠 那个时候 B超 CT 核磁共振 正电子扫描 就是PAT 还没有引进中国 像核磁共振 和正电子扫描 在世界上还没有用于临床 一个基层的现医院 有一台小型的X光机 就算非常不错了 所以医生对很多疾病的诊断 就是靠自己的经验 医生根据小孩的临床表现 怀疑他有晚期的肿瘤 而当地的农民 在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癌症这一类的 大家认为不治之症 根本没有到大城市 继续诊断和治疗的想法 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几乎等同于放弃治疗 任期自生自灭 经过两周的抗炎治疗 小韩发烧退了 医院通知家属和村民 接他出院 但是咳嗽没有减轻 小韩时时感到胸闷憋气 甚至呼吸困难 小韩心里想 是啊 如果是肺癌的话 那咳嗽是非常顽固的 这一天 家人和乡亲们 接他出院回家 他的妻子说 咱们回家了 这本来是痊愈出院 可是小韩认为 这是得了不治之症 医院已经没有办法 要接他回家 但是小韩心中 自己有了晚期肺癌的阴影 看到家人和乡亲们来接他 看到妻子说 咱们回家 从此以后 小韩就基本冷静下来了 就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他就完全绝望了 从此以后 小韩基本不再说什么重要的话了 偶尔喝一点水 基本也就不再吃饭了 偶尔有大便 有小便 他也下不了地 就在床上 让他妻子给他接 两周后 小韩又以全身机能的衰竭 他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从发热开始 到小韩去世 也刚满两个月 乡亲们遵照他的遗言 随着九牛二虎之力 通过多方联系 克服了重重障碍 总算把他的遗体 送到了医学院的解剖教员室 并且再三叮嘱 解剖教员室主任说 找到肿瘤之后 一定要把肿瘤 拍个照片 让我们乡亲们看一看 是什么样的肿瘤 夺取了我们心爱的小韩医生的生命 半年多以后 解剖教员室的主任 给乡亲们和小孩的妻子 寄来一封同样的信 他们说 我们找遍了小孩的全身 没有找到任何肿瘤 他肺部的炎症已经吸收 大家真不明白 小韩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我告诉大家 小韩就是被自己的恐怖情绪 对肿瘤的恐怖情绪 吓死的 使自己的绝望情绪 给自己判了死刑 情绪对疾病的影响 在肿瘤患者的身上最为明显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经常听到 有人得了肿瘤 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有的人本来没有什么事 整天提心吊胆 结果送了命 有报道说 一个平日看起来非常健康的人 单位偶尔组织了一次体检 查出了癌症 第二天我们就听到说 他已经卧床不起了 三个月以后就看到了 某某因病医治无效而死亡的例子 结果最后 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通过解剖学证实 死的这个人 关于恶性肿瘤的诊断 只是误诊 他是怎么死的 就被自己的绝望情绪 恐怖情绪所吓死的 现在在国内外的医学界 大家普遍都会认为 肿瘤病人的死亡 一部分是过度治疗死亡的 过度的化疗会毒死 过度的放疗会烧死 另外一大部分人 是被自己的恐惧情绪 焦虑情绪吓死的 当然也有小部分人 是真正的被肿瘤的发展 而导致死亡的 在国际上 医学家已经确认 病人应对矮症的诊断和治疗 所引发的慢性的 持续性的焦虑 对健康的损害 要远远大于和快于 矮症本身对健康的损害 那么也就是说 病人在诊断癌症和治疗过程中 他自己的焦虑紧张情绪 对自己健康的损害和影响 要远远比肿瘤的本身 对自己的健康损害和影响 要大得多 像小韩和许多报道所说的那样 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之后 过两三个月就死亡的例子 还算是活的时间长的 几十年前 国外一家雇留公司 一位工作人员到这个冷藏车里 大型的冷藏车里来清洁 没有想到一阵风 把这个冷藏车的车门关上了 这个冷藏车的在这个设计上 有点小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因为它是拉冷冻失品的 它是一个低温速18度的一个大冰箱 它不能从里边开门 第二天 当人们启动这台冷藏车的时候 打开这么一看 这个人被冻死在车里 大家会说 他为什么不打电话通知别人呢 其实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 没有这种手机这里的通信设备 而国外的这种物流公司 人又特别特别少 当天根本就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他被关到了冷藏车里 人们发现在冷藏车的地板上 外外扭扭地写着三句话 第一句话说 寒冷已经冻僵了我的双腿 第二句话 寒冷已经倾系了我的腹部 第三句话 亲人们朋友们 寒冷已经凝固了我的心脏 永别了 看起来 这正是这个人被关到冷藏车之后 逐渐被冻死的一个过程 当人们冷静下来之后 惊愈地发现 这台冷藏车中的冷藏设备 是靠去点池来启动的 这个冷藏设备 根本就没有启动 就等于这个冰箱没有通电 而当天夜里的最低温度是15度 这个零上15摄氏度 是根本动不死人的 那么大家可能会说 这样一个冷藏车是密闭的 它会不会因为呼吸困难 窒息而死呢 这台冷藏车上 它有个特殊的装置 当冷藏设备不启动的时候 它有个通风孔 是通风的 为了防止冷藏车内的这个霉菌 湿气太盛而设置的 所以它不是窒息而死 而是自己在极度恐惧之中 乱了方粹 完全以为自己被关到了 零下18摄氏度的冰箱里 就这样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这样的案例 都属于持续的恐怖情绪的刺激 导致了精神的崩溃 自我调解机能的瘫痪 多藏气的功能衰竭而死了 毫无疑问 人是会被吓死的 人们通常所说的吓死人了 这不是空穴来风 更不是 耸人听闻 接下来我要回答的问题是 人为什么会被吓死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人是会被吓死的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 人受到惊吓时 哪些机能会紊乱呢 医学工作者研究发现 突发的意外惊吓 是对人的精神的一种强烈的刺激 那么在这种强烈的情绪刺激下 人的大脑就会指挥肾上腺分泌 肾上腺素一类的应激激素 那么这类的激素 分泌 分泌以后进入血液 它可以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的流动 给我们的器官 给我们的机体提供更多的能量 然后使人能够处理应激事件 像该逃跑的时候 可以跑得迅速 像该搏斗的时候 可以搏斗有力 但是这种应激激素 分泌过多的时候 那就血管剧烈的扩张 血流量迅速增加 就像洪水一样 就像海啸一样 对心脏导致了冲击 于是就导致了心肌的断裂 心脏的出血 心肌纤维的纤颤 而导致心跳骤停而死亡 所以医学家 在这样的惊恐之下 猝死的病人 解剖血发现 他们的心肌都出现了 玫瑰色的出血斑 那么这在中医 就叫精泽气乱 那么整个人的气的运动 紊乱以后 就会神窍闭塞而突然死亡 我们以前所提到的 人在极度焦虑恐惧之后 出现的消化道 小肠多处穿孔 出现的胆囊穿孔 出现的蓝尾穿孔 这些病症 那么就是由于 在这种负性情绪的刺激之下 身上线大量的分泌了 这种硬剂激素 这种硬剂激素的冲击 而导致多脏气的损害 这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就是经久持续的惊恐焦虑情绪 导致人体气的运动完全紊乱 于是人体的自我调节机能 完全瘫痪 自我调节机能是什么 自我调节机能 是与生俱来的 每个人都有的 人体的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机能 是人体健康的保护神 这条机能的作用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 它可以调节体内 各器官之间的协调性和稳定性 比方说我们要吃饭了 当我们吃第一口饭的时候 我们的唾液就开始分泌 实际上我们的同时 我们的胃主动加强 我们的胃液开始分泌 我们半天没有吃饭 胆囊所储存的胆汁 那么胆囊一收缩 全部拍摄十二指肠 为我们的饮食的消化 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 这都是在自动调节的 没有任何人去用大脑来指挥 第二个 调节人体对外环境的 适应性和顺应性 外面天气很热 我们就会打开汗孔 自动地通过出汗的方式来散热 突然进到房间了 我们房间开着空调 温度比较低 我们就把汗孔关上 减少体温的散失 这都是在自动调节的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指挥过 外面四十度 打开汗孔 出汗散热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你们谁去想过 没有想过 这都是在自动调节的 它的第三个作用 是抗予内生的 或者外来的各种致病因素 内生的各种致病因素 我们的自调机能在抗拒它 外来的致病因素 我们的自调机能也在抗拒它 第四个 对疾病 它可以自动康复和修复 所以我们健康的保护神 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自我调节技能 只要我们这个技能保护得好 功能发挥得好 我们的健康就有保证 我们即使得病了 也有很好的康复和修复的 这种基础和能力 那么现在 由于人极度的恐惧和焦虑 就完全抑制了我们人的自我调节技能 它不仅不能够完成抗抑疾病 自动康复和修复的作用 就连维持基本的生理活动的能力也丧失了 彻底的瘫痪了 于是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既然知道了人确实能被吓死 我们现在就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人怎么才能不被吓死 好医生从医学角度 肯定了人会被吓死的结论 那么既然这样 怎样才能够避免恐怖情绪的出现呢 好医生对此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于突然发生的恐怖事件 如果这个事件是人为的 所以我们要奉劝人们 不要做太出圈的恶作剧 不要做过头的恶作剧来吓唬人 以免造成不良的后果而追回莫及 所以提上人们多做善事 不做恶事 最终人们共同需要的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所需要的规章和制度 正所谓不做亏心事 不怕半夜鬼叫门 不做坏事 你心里就会淡定 坦然 心情就会宁静 没有情绪的干扰 你的自我调节机能 就会发挥得很好 你的健康就有保证 因此 从古到今 反而将养生的 都首先要强调 修德 只有道得高尚 胸怀宽阔 才能够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词言长笑 笑天下可笑之人 对被吓的人 我用皇帝内经 所说的话 叫思胜恐 就是通过自己的思考 来战胜盲目的恐惧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那是在西瓜成熟的季节 那个时候 瓜农 为了在夜间 路过地头的人 买瓜方便 也防止了瓜的丢失 都要在地头搭一个窝棚 昼夜看守 一个瓜农 突然得了重感冒 没有爸爸到地里守夜 他的儿子13岁 自暴奋勇说 爸 我去替你守夜吧 这个孩子虽然个子很高 但是毕竟只有13岁 这天晚上 孩子自己一个人 在野外的瓜棚里守夜 心里还是有点恐惧 到半夜 突然听到地头传过来 一阵阵痛 痛 痛的声音 他掀开帘子 借着月光往外一看 一个戴着高帽子的 胸前挂着个长长的 红舌头的一个恶鬼 双腿跳着 逐渐逐渐向 他的这个方向走来 他当时吓了一跳 可是他冷静一想 听老人们说 这个鬼的走路 是没有声音的 这个鬼 走路怎么有声音呢 当然鬼的走路 不是像人一样 一步一步地走 是跳着走的 当然都是农村 老人们吓唬孩子们的 一些传说了 这个东西是跳着走 可是有声音 既然有声音 那就不是鬼 那就是人 他肯定是想吓唬我 那我吓唬吓唬他看看 让他想明白了之后 立即抽出了长长的西瓜刀 跳出窝棚来说 我看死你这个鬼 举刀就砍 当然他也不会真砍 那么吓得那个戴着高帽子 吐着长长舌头的那个鬼 别砍别砍 是我是我 赶紧把帽子摘了 把面具摘下来 原来是他邻居的大哥哥 他说我就是试试你小子 胆量怎么样 我今天和你一起守夜吧 这个大哥哥和他 连着手捞好几天的西瓜地 所以这就叫做思胜孔 通过仔细的思考 想一想这个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小孩被自己吓死 就是自己没有经过 仔细的思考 就捕风捉影地认为 自己真的得到肿瘤 于是就把自己吓死了 所以对于疾病 尤其是人们所谓的不治之症 或者是难治之症的恐惧 指加速死亡的最常见的现象 也是一种复向情绪的自我心理暗示 在某大的肿瘤医院的呼吸科的病房 两个人迎面走来 突然同时站住了 仔细一看又同时说 啊 你是某某某 原来这两个人是高中同学 高中毕业以后 一个考到了政法学院 后来做了地方的政府官员 一个考到了某农业大学 农业学院 后来在某个邻区 做森林管理的培育的工程师 从高中毕业以后 他们两个再也没有见过面 也几乎没有通信联系过 这一次突然在肿瘤医院的 呼吸科的肿瘤病房的楼道里相见 一问都是得到肺癌 而且都是小细胞癌 医生都要给他们做化疗 这真叫同病相连 两个人同时按照医生的安排 做了系统的化疗 那么化疗以后 肺部的肿瘤还真的缩小 那个做行政官员的甲 回到家里以后 还经常给医院打电话 问他那些病友们 他们怎么样 在电话里不断传出 两层楼的病友 逐渐死去的消息 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 他自己都特别紧张 而且他每三个月都要到医院复查一次 那位在某林厂工作的那个工程师 回到林厂以后 向领导提出来 他要包一个没有开发的小山坡 在那个小山坡要研究 果树的改良 领导认为 他是一个将死的人了 对他的要求 我们不能拒绝 于是就把一个没有开发的小山坡 提供给他 他在这个小山坡上 搭了一间茅草房 他吃 他住 都在这里 他每天用简陋的工具 挖坑 栽树 浇水 从早干到晚 嫁接 培育 十年过去了 他看到满山的 他自己培育的新的水果的品种 那真是心花怒放 岂不自胜 后来一打听 他们那位同伴同学 从他们分手以后 一年左右就死了 那位死的 他就是怕死 所以越怕死 越紧张 越焦虑 越抑制到自己的调节机能 抑制到自己的康复机能 抑制到自己的免疫机能 越容易死 越不怕死 越怕生死 直至度外的 他倒是心里放松的 于是他的自调机能发挥作用 他的免疫机能发挥作用 他反而不死 如果病人忘记了 自己的自调机能 忘记了自己的康复机能的潜能 把自己的全部希望 都记错在医生身上 他不知道自己的潜意识 自己的乐观情绪 自己战胜疾病的自信心 才是解放自调机能的 使自己康复的最好药剂 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 早已经把心理疗法 应用在癌症和其他许多 难治疾病的治疗过程中 以降低病人 预期的恐惧心理反应 于是 我们在2003年 治疗SARS的过程中 也增加了心理疏导这项措施 于是就明显降低了死亡率 用中药能不能来调节 这种副相的 得到重病之后的心理反应 当然了 中药的疏干的 化镯的 很多方剂都有这样的作用 像小腰伞 柴虎疏干伞 小柴虎汤 定制完温胆汤 这些方子 通过调整脏腹的功能 调整人体的代谢 可以达到稳定情绪 缓解焦虑 这样的效果 水能扶舟也能覆舟 所以调控情绪 保持淡定 宁静 积极 充满信心的心态 是防止被癌症和难治病症 下次的根本途径 在国际上 科学家找到提高 自控情绪的能力 改善紧张焦虑情绪的良药 竟然是什么 竟然是运动锻炼 那么身体的运动锻炼 对起步者来说 锻炼对抑制力的效果 是离肝见影的 15分钟的跑步 就能够降低巧克力 对劫食者的诱惑 15分钟的跑步 就能够降低香烟 对戒烟者的诱惑 所以长期的体育锻炼 效果更加显著 它不仅能够缓解 普通的日常压力 还能够像柏油解 这类的药物一样 缓解焦虑 缓解郁闷 缓解抑郁 最重要的是通过锻炼 可以提高心脑的整合功能 可以提高控制情绪的能力 和克服负向情绪的意志力 那么这就回归到 我一贯所主张的 养生的关键的六个字 这就是心要静 身要动 那么静能生会 用智慧去处理 所有的错综复杂的 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就能够游刃有余 乌亡而不胜 那么身要动 动能生阳 只要阳气旺盛 那就会脏腑合调 气血流畅 代谢通调 百病不胜 这样心理和身体的 承受能力提高了 就可以做到临危不惧 泰山崩溢后而镇定自若 迷路细雨前而不被诱惑 也就大大减轻了 各种恐怖事件 对自己的伤害 也就是胆子大了 就吓不死了 腹向情绪 还能够导致 什么样的健康失调 我们又应该怎么应对呢 请看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